台山投資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就位在國貿大樓裡面 國民黨立委指控 民進黨利用這件公司 進行銀行頒錢105億 來為指控民進黨政府先成立 台山投資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當白手套 接著成立資本額 只有50萬的台山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然後管理台山水牛二號創投 50萬的公司 卻能年轉1億4752萬 台山水牛二號創投 販工股持股達到71% 國發基金 兆鳳銀行 華南商銀都是股東 另外資本額1.26億的 台山投資管理顧問 則管理台山水牛一號創投 連收入高達1億927萬 販工股持股也有60% 兩個創投共向銀行募資105億 我是這幾家銀行的董事 也是重要的董事 我是唯一提出質疑 而且有心要擋 因為我看不到 你投資標的未來的時候 我只是擔憂會落入私人口袋 以及私人團隊 被控搬走銀行105億 台山表示一切合法 但欄尾戳破所謂的合法 是因為大開後門 還有搬前三部曲 先後成立台山投資管理顧問 以及台山生計股份有限公司 接著金管會放寬銀行 轉投資創投 從5%放寬到100% 然後向銀行募資 已達到105億 台山董事長還是由獨派色彩濃厚的 吳榮毅擔任 藍委將陸續要求公股銀行負責人說明 為何投資相關創投 卻以人民納稅前105億 花費留下